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拥有经得起考验的高颜值 以后可以参考小猪的猪壁石 哥仨可以组女团再出道 估计谜底也不少呢 虽然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已经在前两天热热闹闹的大结局了 但是剧中人物的热度不减 陈俊生的扮演者雷佳音更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霸了屏 在秀春刀修罗战场中 雷佳音不仅是搞笑担当 还是一枚吃货 不过可不要看他在电影里吃得开心 其实为了这部戏 他可是被导演要求减肥20斤 当看到雷佳音委屈巴巴丧蒙着脸 说出20斤时 小巴克真是real心疼啊 因为他不仅要控制饮食 还要加大运动量 什么跑步啊 高抬腿啊 那都是每日必休克 看来雷佳音为了塑造这个角色 也真的是拼了 小巴哥在这里要说一句 无力前夫哥哪里胖了 明明只是头大了一点而已啊 《人不如》系列昨天又爆新翻 最近电影版《三生三世》 在珠海某海洋馆录演 夜华白前两位上仙 跟白金宝宝一起互动 可爱的白金宝宝 怕是被两位上仙的颜值美到 乖巧地陪着神仙姐姐的首饰 成功转圈 事后刘亦菲激动发微博表示 完成了一直想摸白金的梦想 还亲到了 而杨阳更是单膝跪地 对白金上演了摸头杀 粉丝纷纷表示 真是忍不如惊 另外在录演结束后的采访中 刘亦菲和杨阳居然当场撒狗粮 简直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热播剧《我的前半生》 日前收官了 不太完美的结局 让这部剧显得更加真实 观众入戏太深 不能自拔 依然饶有兴趣的讨论者 贺涵只因天上有 人间处处是白光 就连文章也特意发微博喊话 此处作碰科普一下 白光的扮演者 曾经和文章夫妇 合作过剃刀边缘 白光还在剧中追求过马一粒呢 再加上剧中的小斗密斯武等等 这部剧的配角 还真的有挺多戏呢 那么今天 头条军就带大家捋一捋 《前半生》中配角的关系网 《前方高能》 大家赶紧准备好 《前半生》结局的第二天 想他 因为这部十个人离九个追的爆款剧 衍生出了太多话题 网友们骂完小三谈感情 舔平贺涵心疼堂精 还意外发现了N个老熟人 却叫不上名字 随着文章在微博喊话白光 并贴出他的表情包 网友们才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剃到边缘里 追求关海丹 连自己送花表白时 都要争风吃醋的白科长吗 万万没想到 白科长换了一部剧 就直接放弃了马一粒 迂回地和他妹妹住到了一起 头条军顺手把前半生里的配角捋了捋 发现每一个神剧配角的背后 都有个原来是你的关系网 相比白光迷途之反彻底洗白 还容生新进表情包 另一位反面配角小董 无论在哪部剧里都是浪剑小妖 前半生里为难子军陷害唐精 欢了送礼 首思秋莹莹 伪装折礼 变身来自霓虹的桃子将 前脚还在跟胡哥跳舞热吻 后脚就拿枪指着拟力男神 恨不得钻进电视 抽他两巴掌的瓜友们 帮奶们手认仇人的原来是名台啊 你以前是卖鞋的 给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女员工 来一个内部团购架怎么样 是不是跟贺总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贩贱 谁贩贱 你刚才说谁贩贱 怎么了 是你先找我吵架的 你贩贱 小董横跨三部热播剧一坏到底 亚当则是回回高富帅 坚持始终如一 别看他在前半生里 跟贺涵铁道 我的生意全都交给你 2007年 他就在奋斗里 让马伊丽坐上卡燕的副驾驶席 不过正是因为关鹏没有陪夏琳去巴黎 他才恢复单身 容声霸道总裁 跑到何以生肖墨里 跟钟翰良抢唐烟 关鹏 辞了职 跟夏琳去法国吧 在陪着他 看着他至于随便学的什么 回国之后 跟他一起开架时装公司 那怎么行啊 这里 才是我们的往事 陌生应该没有跟你说过小家的事情 他喜欢小孩子 所以我们收养了这个孩子 小董和亚当横跨几部剧 坚持不改人设 老金则从前半生里的居家好男人 摇身一变 黑化成楚桥传里的东方器 他先是背叛定北侯 让烟寻一家满门抄斩 后又杀死左宝仓 还是陷害楚桥妈妈的嫌犯 小眼一咪都是诡计 但木尔纷纷表示 扎心了扎心了 我一定看了个假老金 因为你不甘心小姐当年 我希望你 助我点燃烟北战火 以图我做君之梦 田螺老汉VS隐藏黑手 还有比这更悬殊的人设嘛 贱人下菜的苏曼叔表示 来呀 battle啊 其实我没多厉害 也就是演过十六年前 武林外师里的朱七七 又被称赞是狼牙榜里 最完美的女性 丽养长公主 黑话嘛 也不算太狠 如果蜗牛有爱情理 杀人直接割喉 贩毒走私拐卖人口 越力满机的终极boss 真是江湖风浪高 宝塔震合腰 前半生里还有几位配角 让你意想不到 饰演罗子群的张灵芯 是赵薇陈奎黄晓明的大学同学 他挺着肚子出席国军圣典时 准姐夫贺涵还摸了他的运动 前半生里 昙花一现的老卓前女友梅婷 也和张灵芯是好搭档兼好闺蜜 吴大娘吴军梅 大家都很熟悉了 她下一个角色 竟然是如意传理的皇太后甄嬛 为此 吴大娘还专门请教了贵妃甄嬛 因为当时有说是 我演的太后是甄嬛嘛 所以 所以我就说 哎呀我要演你咯 然后那个 我这次也找了她的那个台词老师 所以她真的是她很帮忙 崔宝剑的儿子在小时代寺里 给顾里确诊了肿瘤 又跑到欢乐松二里 客串了被樊胜美忽悠的上一任老板 你现在需要马上通过手术 切除一部分的子宫和卵巢 防止癌细胞 进一步扩散 只是我家里最近出了点事 我妈在床上 需要我回去处理 没办法 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得力的人 我也不忍心看我妈一个人操劳 但是我总不能老跟公司铁价呀 这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爱我 我爱她 她死你的复杂关系网 大家都捋清楚了嘛 也难怪最近的弹幕上 一秒跳起的网友那么多 火眼金睛的粉丝们 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配角 快和头条军一起 写一部黄金绿叶手册吧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请在观看节目后 给我们留言或发弹幕 进行互动 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了解更多的八卦资讯 时间过得真快 明天又是周末了 忙完今天的工作 大家就可以尽情happy了 咱们下周接着聊 拜拜